微故事 寄语 作者 说书人 东家斗 紫棍 和他男朋友 阿忠诚 相识了 四年 他觉得 应该可以 去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他将这个心事 和他爸爸妈妈说 不过 爸爸妈妈 耳口同声地说 结什么婚 同居得 爸爸说 你不是说 结不结婚 都没所谓吗 还说 不想生小孩 然后 然后 爸爸妈妈 说了一大堆 似有道理 非有道理的说话 紫棍听了之后 所以入 又以出 不过 同居这个提议 都不错 其实 紫棍和忠诚 虽然 相识了四年 不过 忠诚 实在太忙了 经常因为工作 要去到外地 飞来飞去 他们三个礼拜 才见一次面 甚至乎 隔了两个月 相比其他情侣 只分觉得 这四年 等于人家 認識了半年 忠诚 为人尚尽 又有修养 多人有礼 有责任感 用情专一 忠诚 绝对是他的理想对象 而且 而且 他那层 价值 二千尺 已经不用供款的 独立屋 虽然 紫棍觉得 这样想 不是太好 不过 他又控制不了 自己的思想 经过几次 聊过几次 忠诚 终于接受 紫棍搬进去 和他一起住 他明白 一个习惯了 独居的男人 杀时间 多了一个人 是会猶豫的 嘉莉论舍 对紫棍 有一点点印象 现在 知道这里 多了一个女主人 这间屋 两个人住 实在有点大 只要 忠诚在书房里面 关门工作 紫棍 就会觉得 有点寂寞 紫棍 最喜欢 在假期和忠诚 手拖手地 在大家小巷 拿着一袋二袋 大大小小的食物 责物 日常用品 然后 走回家 做饭 撿哪样 做那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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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